陸副主席長跟黃仁市長 我先請教一下陸副主席長 針對你們報告 針對外交部所提 不管是4月10號的版本 或者4月30號 針對房屋補助費標準的調整 你們都給予否定 認為說衡量國家的財政問題 所以應該是要暫緩 我想請教一下副主席長 針對4月10號或4月30號的版本 基本上差異不大 大概一年要增加國庫多少的支出 我跟邱委員報告 剛剛部長已經提的 他們那個案子前後兩次的案子的版本是還算接近的啦 那增加國庫多少預算 部長剛剛的報告是每個月增加兩百萬 每個月增加兩百萬 是的 所以一年大概就增加兩千四百萬 你這個兩天可以燒兩億 去辦這個什麼夢想家的活動 你這個對這個所有勞苦功高在這個海外打拼 在國際的處境那麼艱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外交人員的地線作戰 要面臨很多不安全的環境不可測的因素 特別針對中國的打壓 住在地的這個任何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因素都會對 我們住外人員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險 或者威脅 兩千四百萬預算 你們認為說國家財政問題的衡量的考量 所以決定要暫緩或戰役 你覺得這樣對得起我們所有的在場所有的住外人員嗎 副主委長 你作為一個這財政的處管機關 你能夠那麼保守 那麼的苛刻對我們住外人員嗎 我跟邱委員再報告一下 那個 呃 住外交人員住外人員的房租的津貼 它是不是一個奉起法裡面的規定的 它是一個其他的津貼 所以住外人員不然用一般的公務人員 國內公務人員的標準來看嘛 國內公務人員沒有面臨到國外那不可測 或者不可測的這個因素跟風險嘛 是是是 所以要給他們一個安全的這個工作環境是必要性嘛 是是 那你們完全用這個公務人員的標準去衡量住外人員的大約跟這個津貼 我覺得這個太過於衣服 太過於所救 不是 我要特別給委員報告 他這是一個國家整體的一個考量啦 國家整體的考量 因為他 你們考量的方向不對嘛 工作有它的危險性嘛 還有它的強度 你不能完全用國內的標準來看嘛 你對這個軍人 你對這個國防人員 你對外交人員也有不同的標準 你要確保他們的工作或者住在地的安全嘛 所以兩次都打回票 本席覺得你們做法太過保守 那如果這個外交部再次再提出這個這個啊 這個標準表 我希望齁 主委長 你要站在這個國家整體的利益來考量 讓我們住外人員 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兩百萬而已耶 一年才兩千四百萬 夢想加兩天可以燒兩億 你有說過什麼話嗎 為什麼對我們這兩次齊的版本 就是一再否決 這個理由齁 我不太能夠接受 你不能再用這國內的標準 要衡量 你要一致性 我覺得這一致性的標準你用錯了 你要考量到工作的這個差異性 也有不同的補回標準 來喔 黃 這個黃人事長 同樣的問題請教你 你也是持反對的意見吧 委員這個我解釋一下 剛才計算這個兩千到三千萬左右的錢 我不曉得是怎麼算出來 因為我對數字不清楚 那你對數字不清楚 你們就持反對意見 這個 這個 如果剛才那個提的新的版本 只有九個單位 這九個單位計算出來也是兩三千萬耶 那用原來的這個44個跟47個 剛才計算的結尾也是兩三千萬 其實我請楊部長 我就不曉得這個 剛才那九個沒有兩三千萬 已經說的是三十萬嘛 三十萬 一年 一年 每個月 每個月三十萬了 已經講很清楚了 那那個黃人事長你還做報告 你對這個到底要花多少錢 你都不了解 你就 你要把它打回票 我知道 因為版本不太一樣 這個這個部分剛才講的是三十萬九個 九個如果三十萬的話 剛才數字就不同 好 我請楊部長 請楊部長 是 就位 部長 你認為現在 我們駐外人員的待遇比較起亞洲四小龍 所得相當的國家 比方說南韓新加坡 你覺得我們駐外人員的待遇 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是偏低還是偏高 應該是偏低吧 偏低 偏低 低到什麼程度 看看 所以你們要提交你們版本 說起來 要給主計出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駐外人員待遇 跟其他類似國家做一個比較 你們才有說服力嘛 而不是單就提一個版本 那當然這個 主計處或者人事行政局 他認為說這個資料不夠 他就給你一個理由就打回票了嘛 所以你們要提出那個版本 一定要具有說服力嘛 要有正當性嘛 要有需求強度嘛 要有必要性嘛 所以本席是支持你其的方案 但你做的功課啊 不夠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說服相關的財組單位 所以他沒有辦法對你支持嘛 所以 你從個案 演變成通案 那就是制度面出現問題 你制度面出現問題 本席支持要馬上去做調整 做一些修正 那你作為一個外交部部長 你針對你的部署要應當要 這個竭盡所能去照顧他嘛 我體會你有這個用心 那有相關的幕僚 你要提送這個 這個標準表去給相關財組單位的時候要做功課啊 要把相關單位 要把相關國家的這個待遇 跟他們這個防護津貼補助標準也做個比較 明顯是偏低 所以才造成所謂這個住外人員的人事安全嘛 所以委員這個謝謝你的指教哦 這一部分我們會來補強 有關這個我們跟鄰近國家對外這個住外人員的這個待遇的這個比較 所以目前的關鍵就是財組單位不支持嘛 現在對 主要就是我們也考慮到了 過去這些年來啊 有關這個房租補助這一部分 已經造成一些困難 就是說他沒有調整以後造成一些困難 所謂困難就是同仁住的環境 以及他們區域 這些我都了解 所以我才會站在支持你的立場 謝謝 所以你要在處於這個事情 你要更積極 去為你的同仁爭取更多 更合理的待遇跟條件嘛 了解好 我也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外交部是政府整體的一部分 我也不能說是忽略了整個國家整個財政 我想委員很清楚 你今天不是兩億哦 一下增加兩億我可能會 所以我們現在會很務實的 那還兩千多萬 對我們會很務實的 再跟這個人事行政總處以及主計總處 坐下來然後商議一下比較確實可行的棒 所以財組不能不能一再用財政的缺口 或者財政的問題當藉口 不會啦 錢要花在刀口上 那我覺得住外人員合理的待遇是必要的 而且其實必須立場去做調整 謝謝 我們幾個三個單位都有共同的了解 謝謝你 好啦這個部分 我覺得要你訂好縮帖 然後給財組部門 他們相關更充足資訊 他們才會支持你的方案嘛 謝謝 那整體的住外人員待遇才會比較合理化嘛 另外啊 剛才這個蔡其商委員可能多慮了 我覺得這個 菲律賓對中國或者跟台灣 他應該分得很清楚了 我一直強調啊 這個南海主權的問題 在國內當然是一個嚴肅的議題 但是在國外在國際場合 不管是雙邊或者多邊或者是國際組織 都是一個虛的議題 都是一個誤虛的議題 都是一些口號的問題 是不是 那其他兩位可以先回座 所以 台灣在面對南海主權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立法院這個 這個大聲的抗議 或者大聲表達我們的立場 但是在國際場合 不管是雙邊 或者多邊 南海行為準則 或者是這個 AIF 相關的國際的組織 我們是outside的嘛 我們不是player嘛 所以蔡吉桑委員我覺得她 擔心太多了 因為我們從來不是insider嘛 所以就沒有所謂衝突的問題嘛 但我尤其是說 我們針對南海主權的問題 或者釣魚台這個主權的問題 我們如果一直在保持這種outside的狀況 在國內可以這個 發表很多這個議政延遲的言論 但在國際場合完全沒有聲音 也沒有其他的這個 牽涉到相當的國家願意跟你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都是單邊的 台灣竟然也有單邊的政策 就是自己以為很爽的啦 不是 有關國家主權 尤其是領土首席的國家主權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 立場都 一樣 很堅定 我們的立場更是一樣 雖然我們 事實上 在很多場域沒有辦法直接參與 你剛剛提到的這個 共同行為 這個準則 這一類的事情 沒有辦法直接參與 但是我們的聲音要讓大家聽到 我們要讓 要怎麼樣讓大家聽到 我們要發聲 我們要透過我們住外管處 我們要透過外交部的聲明 或是外交部的新聞稿 這些都是透過我們這些應有的機制 讓國際間了解我們的立場 如果 我們在那邊的主權 我們都 連講話的聲音都沒有的話 久而久之 這些人家 根本就不會理會我們 現在我們這個聲音 那您要召見這個菲律賓駐台代表 我有 而且那個越南的代表 我們也找他來 把我們的立場跟他講 我們透過住越南代表處 讓黃代表 跟他們的政府去交涉 菲律賓同樣的情形 我們也同樣找他們來 把我們的立場跟他們講 這些都是我們外交部 做 而且繼續在做的事情 我們不能夠讓我們的權利 睡著 可是我們在國際場的聲音 幾乎是微弱到聽不到 然後人家也不讓你參與 那你要怎麼去突破呢 你沒有辦法參與 你不是insider 你就沒有辦法去制定這個遊戲規則 或參與這個遊戲規則的調整 或改變 我們因為 國際整個情勢 國際現實的問題 事實上 確實很多機制沒有辦法參加 但是我們也透過不同的方式 包括二軌的方式 跟當地相關的國家的這個學者專家 一軌半的方式來進行探討 把我們的聲音 藉由這種機制傳達出去 並不是說完全都沒有參與的這個機會 所以不要說 國內是這個 說一套 國外又是說一套 我們也有透過我們的學者 透過我們把政府的立場 以及我們政府參與的 一軌半的方式 把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立場講出來 你也應該都拜 都去拜訪國外相關的這個智庫 或者相關的團體 或者是政府的這個相關研究部門 去做一些有趣的工作 我們也請他們來台北 舉行作談會 研討會 都有 海灣對主權維護的決心 一定要讓國際社會知道 是 我們自己本身 雖然我們有現實上參與的困難 但是你作為一個外交部長 你還是要很強硬的 利用各種場合 是 來宣示維持台灣主權的立場跟決心 是 這部分我認為聲音還是不夠 另外我還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也請我們國內的學者 就相關的議題 自己的立場做一些探討跟研究 動作要大一點 在關鍵的時刻 你要召開國際記者會 宣示這個台灣主權立場 我看這一點你們都沒有做到 謝謝 這部分是不是請部長再多加強 謝謝